大家好,我是Beggy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怎么样快速的生成字幕 那平常我需要做很多的 英文影片的翻译 以前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要先把英文字幕全部听打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字幕做翻译 然后再一个一个时间轴把它对上 后来我在想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有没有什么软体是可以帮助我 完成某一些事情 然后我在做细微的修改 然后能够节省我的时间 所以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方法 是我用三个免费的软体或是服务 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可以大幅缩短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间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哪三个软体这么好用 所以待会我会把所有的这些网站 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会把这些网址 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里 那大家再自己去点选来做使用 所以第一个是网易见外工作台 它是一个网站 它会自动听打你的说话的内容 中文跟英文都可以 如果是英文还可以即时翻译 但是它翻的当然会有一点怪怪的 或是不符合一字的使用 可以再自行去做修改 那可是这个网站呢 它是一个大陆的网站 所以做完之后呢 它会是一个简体的字幕出来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看繁体字的 我是看不太懂简体字的 所以我需要再把它转变成繁体字 那我会再用另外一个网站 叫做纯文字简体转繁体 就很白话的这个网站 用这个服务呢 把刚刚生成的SRT档 转成繁体中文的字幕 那有了这个繁体中文字幕之后呢 我就会用Uctime Pro这个免费的软体 然后去把你的SRT档 放到你的影片里面 当然你有其他的适用的软体也可以 如果你的软体不能吃SRT档的话呢 就可以用Uctime这个免费的软体 所以接下来就来示范一下 我平常都是怎么做的 首先到网易键外工作台 去登录一个新的账号 然后这边要注册 输入你的email 还有你自己惯用的密码 然后它会有一个网页的认证 然后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认识完手机之后 就会需要认证email的信箱 到你刚填的信箱 去收认证信 要到这个画面就表示注册完成了 再来你回到网易键外工作台 然后点选右上角的新建项目 这边你会看到几个选项 那通常如果是做影片的话 我会用前面两个 视频翻译或是视频转写 那如果你是有需要翻译的 你就选第一个 如果是不需要翻译的 你选第二个 那如果你没有影片 只有音档的话 你可以选下面那两个 那这边就输入你的项目名称 然后上传你的影片 那这边你去选它是什么语言要翻译的 然后提交 提交之后他会说他需要一点作业时间 没关系你就离开网页 去做其他的事情 待会再回来 好过一下你就发现这边已经翻译好了 之后你就进到这个影片里面 你先听一段 然后你再去打字 那因为这个影片呢 它有很复杂的背景音乐 就是有节奏的 所以它听得很不好 所以这个影片我要改的还蛮多的 通常如果是没有背景音乐 它就听得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一行一行的去校正 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存档啊 那按右上角导出 那下载字幕有三种方法 有中文字幕 有单纯的英文字幕 然后也可以中英双字幕一起输出 通常我会三个都 三个档案都拿 这样你就会拿到完整的字幕档案 它是一个.srt档案 然后档名会长这个样子 自动储存下来 还要转成繁体 所以要再把这个档案呢 传到这个减繁转换的网站 然后它很快就会做好 是文字档例 然后下来之后 就会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打开你的 Uptime Pro软件 然后准备好你的影片跟你的字幕 然后接下来很快啰 就把它拉进来 然后再把字幕拉进来 然后按继续 然后按确定 就好了 这样字幕就已经自动回键 而且按照时间去排列 那有时候会不小心重叠 所以点一个这个 自动调整重叠 然后你再按play 然后看一下 这个字有点太大 所以我们可以去改字的样式 随便选一个 然后这边可以预览字的样式 所以我把字改小一点 然后底下可以去改字的边 边框的颜色或是宽度 或是字的阴影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修改 然后点应用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变 那你要在上面按右键 然后选设定样式 然后再选一刚设定的那个样式 然后它就会套用下去 所以你在每一个部分呢 去稍微浏览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 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影片输出了 好输出之后是一个MP4的档案 然后你也可以把字幕这个文件 再输出一次 那你可以选SRT跟纯文本 你可以选最下面那个 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输出 SRT是有时间的 纯文本是没有时间的 这样呢就是今天的快速上字幕的教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如果你有任何更快速 能够上好字幕的方法呢 欢迎也留言跟我说 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真的要开始做影片了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想学的东西 都可以留言 让我知道哦 那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